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Lina 一个生活在美国加州的realtor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下 关于房子风水的问题 那说到风水这个话题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啦 那什么样的房子是好风水 什么样的房子犯了风水的大忌呢 那今天呢我就就我的客户与我的经历 还有我这几年卖房子碰到的问题 跟大家讲一下 不过在这里我先声明一下 我本人呢并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只不过风水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呢我和我的客户 在房屋买卖上都对这个风水 有一些经历和经验 然后我的客户中呢 有一位长辈是香港一名 很有名的风水师傅 每次买房呢 他们都会请风水老师 那我呢在旁边也听到过很多次 那根据他们所说的呢 我也总结出来一些买房子风水上的忌讳 或者说是禁忌吧 在此呢跟大家分享 希望这个简单的风水的视频 在大家买房时对大家能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将来呢如果小伙伴们喜欢这期风水视频 我可以给大家继续出续集 讲讲除了禁忌以外其他方面关于风水的知识 或者去香港找那位风水大师做一个专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们就说关于房子布局上风水的经济 那这些呢很多其实都是我自己 根据经历和经验瞎总结出来的 所以希望小伙伴有问题的话 即使只剩我 这样我们可以相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概括为 光阳 气场 风和水 冲煞 青龙和白虎味 然后是缺角 最后是水火不相容 所以我们有七点要讨论 好首先呢我们从第一点光阳开始说 那光阳呢顾名思义就是房屋的采光 也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这栋房子阴不阴 那房屋布局上的风水知识呢 如果认为一栋房子光场不好 是指白天无论太阳阳光有多好 房子就是无法采到光 阳光呢很少照到屋内 这呢也就导致了房子内部阴气加重 那房子阴气加重呢 就会直接导致房屋主人意识和身体不好 开个玩笑呢就是缺少阳光 缺少了太阳女神的宠幸 缺乏了维生素的A和D 还有呢就是阴气重的房子 会导致房屋主人脾气暴躁 就是脾气不好 家人之间呢容易产生矛盾 还有呢就是不利俱财 那简单点来说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每天住在一个阴森森的房间里 看不到阳光的话 你的脾气会好吗 好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气场 气场这个词啊大家都不会陌生的来 好多时候我们会说 哦那个美女气场好大呀 这个美女虽然不经验 可是非常有气场什么的 那究竟房子的气场是什么呢 那房子的气场啊 所谓的气场在很多时候 能很大程度影响居住者的运势 科学的讲就是说 房子呢是一个主体散发的能量场 它呢会根据自身结构的变化 形态的结合 以及布局和周围景观 形成一个大大的能量场 那这呢足以就影响居住者了 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总结一下说 房屋的气场就是房子的周遭 形态布局 会产生不同的风水效果的能量聚焦 那在这里插播一个题外话 很多小伙伴有的时候 可能今天运势不太好 那大家就会说 嗯我跟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相合 这个地方跟我犯冲 我今天的运气不好 那简单一点理解来说 房屋的气场跟这些就是类似的 就是看这个房屋的能量场 能不能给你带来好的气场 好的运势 好具体一点说 房屋的周遭 这个呢非常的关键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当您在买一栋房子的时候 如果在同一个小区 里面的房子如果旁边有高压线 或者是变电箱 这个房子在买的时候 就肯定没有人去想 卖的时候 当然也就不好卖了 主要是这个高压变电箱呢 会改变这个房子的能量场 那其次呢 房子的形态 那是房子对这个能量场的承载 那这个形态呢 足以改变能量的性质和发挥方式 同时呢也会影响居住房子 接收能量的形式和效果 那住在房子里的人呢 本身就是一个能量元气场 在接受房子风水能量场的气场的同时呢 自己呢本身也在发挥着能量 所以呢 对于一个屋宅的形态与形态布局 也会影响居住者的能量的发挥和释放能量的效果 最后呢房子的布局也是非常关键的 很多房子啊在入口尤其是玄关部位 都有一种能量场在布局上的能量效益 那这种布局呢是一种互动和交融的关系 最终呢也会对其互动效果有所影响的 那房子能量场的交融模式和互动路径不同呢 也会产生不同的风水效益 这个方面大家一定都比我有经验啦 那房子的布局和风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风水案例的话 在留言区讨论 好 接下来呢要讲的第三点就是风和水 那风水这个词呢 拆开就是风和水 两者呢是缺一不可的 那在我们中国呢 有一本专门研究风水的著作 名为《易经》 里面有一句话呢叫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那这句话呢 不知道所说的是不是就是我们风水中的风字 有没有古文好的小伙伴给我解释一下呀 我个人理解哈 风水中的风字就是流动的空气 房子的通风 那想想 房子门打开 有空气流动 新的气体流通 就代表家里有客要来 有新鲜的事物要来到 通过风水中对风的调整 让您的房子风风流通 所以您和您的家人在外面也就会 运势昌龙 那说完了风 我们再说一说风水中的水字 那水呢 是指一切能够留住生气和集气的象征 那水的来去汇聚呢 非常的重要 那来水呢 要水流宽阔平缓 那我们中文呢 有一句叫做 环山抱水 那这个水呢 也要环抱友情 那我们的去水呢 要曲曲榴莲 收缩紧密 这样呢 才能够聚藏生气 所以大家看到了 来水呢 不能过急 过冲 去水呢 也不能过快 这样呢 才能为您收住生气和财气 那风水学上的水呢 就是一切能够借气 纳气 给人们带来幸福吉祥的流动元素 总结一下 就是大家在买房子时 如果一栋房子的风和水 都能很好地互相结合的话 那么这栋房子就可以做到 风水流通 财运亨通 这儿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生水起来 好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 就是房屋的大计 冲煞 那冲煞是什么呢 听我在这里给你讲一下 在很早 我的客人看房子的时候 最常见到的就是路冲 什么是路冲呢 就是一条大马路 直接的对应着一栋房子 最简单的冲煞 还有呢 就是大门的入口 正对着楼梯 在这里呢就会影响运程 牵牛冲煞 那如果一个房子的大门 正对着后门呢 这个叫做穿堂煞 会影响财运的 也叫做穿心煞 如果房子的前面 有一个盗瓣员 这个呢叫做镰刀煞 会影响运程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一个走廊 将一栋房子分成了两半 那这样呢 就会影响家里人的和睦关系 还有就是 如果房子的门口 对着一棵大树什么的 会影响房子主人身体 和脑部的思维 就好像什么东西 将您的思路堵住了一般 那还有就是呢 在观察一栋房子的时候 进门一定要先见到客厅 如果见到餐厅 或者是厨房什么呢 会影响家主人的运势 还有呢 就是走廊 不可以行为回字形 形成回字形呢 会影响财运和家运的 大家想一想 回字形呢 就是说 房屋主人每天都在原地划圈圈 那这样呢 肯定是要影响自己的运势了 还有呢 就是 如果卫生间的门直队呢 就会形成上水直队下水 这样呢 也会影响财运呢 大家想一想 上水下水直接冲走了 还有什么财运可言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词呢 叫做受污不易 就是说 在一栋房子里面 有一些地位呢 是不适合来修坐卫生间的 如果在那里修坐卫生间呢 会影响房屋主人的财运 还有就是 一栋房子天花板过低 两边过于倾斜 会影响房屋主人的健康 或者是情绪 大家想一想 如果天花板很低的话 两边斜斜的 你每天感觉黑压压的 被压制在下面 你的情绪会好吗 那这些个种种情况 相信大家在现实生活中 都接触到不少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讲一讲 青龙白虎位 那风水学上讲后 左青龙右白虎 如果您居住的房子的白虎位置 又比您的房子高的事物 比如说树呀 房子呀 或者是电线杆呀什么的 相遇上这样的房子 风水上来说呢 第一不利财 第二不利您的健康情况 如果您住在一个白虎煞的房子里 去的之前您的运气一般 住进去之后 您的运气可能会变得更差哦 这样的房子就一定要去化解 如果想知道怎么化解的话 我们可以联系我们的风水大师 私下讨论 好下一个我们要讲的风水就是缺角 一栋房子的正南方有缺角的话 日常口角就会正值多 如果东方有缺角的话 就会影响财运 如果南北两边街有缺角的话 就会摊上官司 如果正西方有三角缺角的话呢 就为大雄之宅 如果西北方有缺角呢 子女就会不服管教 好那接下来呢 给大家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啦 那水火不相容是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 大家都知道炉灶呢属性是火 大家每天开火炒菜 那它这个火的位置呢 一定要在即位 如果炉灶位于极方呢 加州呢就会相处融洽 夫妻感情也会和谐啦 还有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事情 那火是炉灶 水呢当然就是我们厨房里面最常用的洗手池啦 那炉灶呢和洗手池一定不要正正相对 如果正正相对的话 就是水针对着火 那这样呢就会形成不太好的水火不相容的格局 就需要大家想办法去化解啦 那房屋布局上影响风水的东西有很多 从房屋的外界周遭 到房屋的光场 光线 气场 风和水 冲炸 青龙 白虎 和缺角不缺角 水火不相容等问题 都会有房屋的风水禁忌知识 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小伙伴踊跃留言和我讨论 那在这里再次声明一下 我呢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我呢是相信科学的 只不过风水这个东西呢 讲出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做做参考意见也是蛮有趣的 并不是说我以上所说的完全就是百分百准确的 但是拿来参考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嘛 只是一些小知识 小生活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今天的风水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风生水起 住入心仪好房 家庭美满 财运畅通 那我是Mina 我是一个住在加州的realtor 我是一个新的youtuber 最近呢我也开通了我自己的微博频道 那我的微博频道连接在这边 欢迎大家关注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给我点个赞 转发并订阅我哦 我会定期的更新 很多房产相关的视频 还有生活相关的Vlog等等 欢迎大家观看 如果对房产知识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联系我 我的联系方式在这边 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记得收看我的视频哦 拜拜 讨论讨论 这点可以录你 不要